越南瞧不起中国基建水平 宁愿多掏出20亿要签约日本 陷入金百亿高铁大单彻底烂尾 如今又转头跪求中国重新修建 那么中国这次会答应越南的请求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近几年在各领域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 更是被大家称之为基建狂魔 在我们的眼中仿佛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要说让其他国家最为羡慕的 应该就是我国高铁领域的发展了 现代中国的铁路 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国内的每一个城市 这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了辩解 我国并没有只是一味的自己进步 而是带动了其他国家 我们有多项与他国合作的高铁项目 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之后 之前还处在观望阶段的国家 纷纷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 但在这些国家中却有一个例外 它就是越南 2008年越南打算在本国修建一条超级铁路 这条铁路全长1559公里 将越南的首都河内与最发达的胡志明市连接在一起 这两个城市都是越南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将它们用铁路连接起来 对提升级地域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高铁成为了当时越南最重视的大项目 奈何越南的铁路技术有限 于是决定向全球招标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 在铁路方面有实力的国家也是郁郁郁市 毕竟这是促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 而且谁承包了这项工程 必定能够从中赚得利润 要论到基建领域 中国说第二还没有哪个国家敢自称第一 而我们在基建领域上的成就 的确已经成为了标杆和敲门砖 拥有基建狂魔称号的中国遇到这样一笔订单 自然是要前去自建一番 中国、日本以及德国的铁路公司纷纷出手 经过初步筛选 三个国家都进入到了最后的竞争阶段 德国是出了名的贵 越南肯定不考虑的 面对日本和中国 越南却开始犯起了纠结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 肯定不会纠结的 因为中国是出名的基建狂魔 但是中国的高铁修建的非常成功 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出名的技术水平 建设质量又快又好 物美价廉 而且靠近越南 什么都方便 就是中国这么好的条件 越南却开始犹豫了 把目光转向了日本 本项目的出定资金是600亿 最终越南多出了20亿 将此项目交给日本来建设 其实 越南之所以当时做出这个考虑 是贵解于很多原因的 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因素 还有历史和政治的因素 越南对于中国的态度一直很微妙 因为中国面积大 发展也太快 作为邻国的越南又穷又破 强烈的对比之下 不让人感到眼红 当年美国打越南的时候 还是中国帮助他的 没想到刚已帮助越南击败美国 这个老六转头就把枪口对准了中国 一直以来 越南就对中国保持有敌对心态 他这是典型的求富心理 因此 在政治因素上 越南和中国并不友好 而且适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 其实他这完全是多瑞了 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不像西方列强 不是以其因犯其他国家权益为目的的崛起 中国一直坚持目铃友好的外交政策 从来都没有把越南当作敌人 而越南却一直对中国非常忌惮 在各种因素下 越南更倾向于选择日本 至于为什么选择日本 自然有它的优势 日本的优势在哪里呢 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修建高铁的技术确实是非常高的 日本人干活就讲究一个心系 他们在铁路建设的安全性和准时性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可16年过去了 越南却后悔了 其实越南的这一铁路建设压根就没有展开 也就是说从日本中标开始到现在 16年过去了 他们是一公里的铁路都没有修剪 这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 既然两国都同意 日本又有成熟的技术 为何迟迟没有动工呢 从2010年双方签订了合同之后 这项工程就应该进入到施工阶段 当时日本还承诺最快会在2014年的时候动工 没想到 刚开始两国就造价问题产生了分歧 我们都知道越南的经济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发达 日本要出来的600多亿预算确实是有点多 当时越南还曾多次与日本进行协商 想要降低高铁的造价 因为越南当时确实太穷了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修高铁的话是拿不出来的 于是日本偷偷地沉没可以给越南的高铁实施行贷款计划 越南为此还一度沾沾自喜 妄想建出一条东南亚最高质量的高铁 当年给日本签好协议之后 日本就开始组织人进行调查 并给出了相当详细的一个高铁建设方案 可是当看到纳高额的600亿美元的金额的时候 越南直接就吓傻了 这还没等开始建的就得把国家几乎全部资金用来建设高铁 国会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居民也强烈反论 因此这个项目当时就被搁置了 如果当时选择中国的话 价格只是日本价格的75% 可以让越南省下一大笔钱 可当时你没有选择 这是又后悔了 这不是耍无赖吗 此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价还价 日本自然不乐意了 这一项目也就被搁置了 原本计划在2030年修成的铁路 时间也推移到了2045年 因此这个计划就一度被搁置 这么一拖就是十几年 而反观越南周围的国家都在中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高铁计划 泰国缅甸老挝都在中国的扶植下发展的越来越好 中国的高铁对其他国家也实施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眼看着周围的一圈国家都有高铁了 唯独到了越南却是一片空白 只不过越南最气愤的还得是隔壁老挝找来了中国企业修铁路 老挝的国家整体实力有几斤几两 越南最清楚不过了 由于老挝身主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得环境相对闭塞 国家经济条件比当时的越南还要差 兜里的杂瓜俩造根本就不过修高铁 所以在中老铁路竣工之前 老挝国内就只有一条铁路 当地区居民想出趟远门也是困难重重 越南在背后可没少嘀咕与嘲笑老挝 但就是这样的老挝 再多年前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去全国之力杂锅卖铁也要修出一条铁路来 而合作方正是被越南踢出局的中国 越南不爽的不仅是因为老挝选择了中国 更多的还是这条铁路从2016年动工到2021年全线通车 总共耗费时间只用了五年 并且这条铁路质量好 价格便宜 正正做到了物美价廉 回过头再看看自己那天还是曹高指的铁路 这给越南气的 另外就2021年一年时间 老挝几时靠旅游业就赚取了上亿的收入 老挝自己也相信 在今后的时间里赚取的收入将会更多 催问 中老铁路作为客户量用铁路 先后为老挝运输了1300万吨以上的货物 这背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这条铁路打通了老挝的发展 促进了经济提升 要想复先修路 这句话用在老挝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越南当局急得头顶都冒烟了 却毫无办法 此时的日本也不再帮助越南这个困难户 因为在越南修高铁实在是都不尝试 2008年金龙危机之后 越南当局更是困难 此时的他们再也拿不出任何钱来修铁路 一下爱吹牛皮的越南没有想到火车是吹不起来的 就这样孤苦无疑的越南又把目光瞟向了中国 看到中国高铁发展得这么好 越南又不稀后着脸皮回来求中国 哪中国最终会答应越南的请求吗 我的高铁技术在世界都是非常出名的 很多国家慕名而来 中国也帮助了许多国家越南看着自家铁路拿烂尾工程 终于又想起了中国的好 只不过啊 中国帮强帮弱就是不帮白眼狼 起初我国好心好意送来橄榄枝他们不要 反倒第三下四求日本出山 现在又苦口婆心来求中国 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这也只能说自己种下的恶果就留着你们自己继续品尝吧 中国的基建事业在全世界可多了去了 和做伙伴不计其数 连美国这种超级大国在基建遇到困难时还得求中国帮忙 一个小小的越南又有何脸面来对中国基建进行诋毁 而越南要想把这条高铁修好 就把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小心思收易收 喜欢搞小动作的毛病最好不要有 国与国之间需要的是以诚信为本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